全球现场我们先带你来聚焦的是副总赖清德 他出访友邦巴拉圭 当地时间15号上午的时候是出席了巴拉圭的新任总统 贝尼亚的就职典礼跟各国的政要同台 好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这是赖清德他跟多国使节互动 其中也包括了率领美方代表团的美国内政部长哈兰 两个人被拍到是握手寒暄 贝尼亚他也在演说当中除了介绍赖清德跟各国代表之外 他也提到了中华民国 更说双方不只是朋友 未来他上任之后将会以兄弟的情谊 持续的拓展双方的合作关系 好 赖清德在当地时间15号的时候出席了巴拉圭总统的贝尼亚的就职典礼 好 现在被拍到赖清德跟美国的内政部长哈兰自然互动 双方握手寒暄大约是一分多钟 而此外赖清德他也跟巴西总统 还有摩洛哥议长跟范蒂冈的代表有自然的互动同框 多国政要 但是这一回赖清德过境美国纽约 在当地时间14号是抵达了巴拉圭 在此之前呢 彭博新闻也独家发布了 赖清德是下棋的封面人物 并且独家专访到赖清德 好 身为民进党总统参选的赖清德 他借此就跟习近平来喊话 他表示乐见两岸做朋友而不是敌人 他同时也强调自己是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 也没有必要宣布独立 这边就是一个大拥抱 两人还贴近耳边戏声交谈 赖清德出访巴拉圭 拜访八国新任总统贝尼亚 展现出双方领距离 但其实赖清德抵达之前 国际美国可以说低调到不能再低调 也就在同时赖清德透过国际媒体 向对岸喊话 赖清德是彭博社下一期封面人物 他把握这一次专访 希望好好谈谈台独精孙 当被问到对于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看法 除了说不想和习近平变成敌人 他还强调没有所谓独立路径 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而为了要团结中华民国 蔡英文也用中华民国来称呼台湾 未来他也会持续推动 不会另外更改国家名字 真的赖清德曾说 想和习近平共进晚餐 媒体这一次在追问 拿到台湾料理可以带来和平 赖清德表示自己没有想这么多 现在谈吃什么食物可能还太早 只不过晚餐吃什么 外媒似乎不关心 外媒在大陆外交部记者会询问 北京在赖清德反台之后 会不会大规模军演 但是发言人直批赖清德就是麻烦制造者 赖清德在这一次专访中表明台海紧张 根源在中国 不过大陆外交部完全不予回应 反而归咎在赖清德 而这次借着外媒大外宣 能不能顺利换回国内民意支持度 还有待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持续要来看到 这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李尚武 在昨天他是应邀出席了 第十一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他在大会当中的发言表态了 除了他重申全球安全倡议之外 他再度暗批美国是以霸权 霸凌他国跟干涉他国内政 遏制打压别国发展的霸凌行为 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也深不得人心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示意干涉他国的内政 霸道的做法 正引起国际社会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 这些错误的行径 剥夺的是别国应享有的发展权和自主权 是造成世界动荡不灵的乱源和祸源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观看